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 集击梁振英 一书 购买数量 声明 及联络电话 将滑线支票 抬头请写 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 游记至普罗政治学院 并注明购买 集击梁振英 一书 购买数量 声明 及联络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这件好东西 哪里买回来的 这件其实是在美国网购买的 有些地方艺术画完之后 就放了上网 在一天里面可以买 这是特价的价钱 我见出过很多不同款的Lego style 用了一个去设计的衣服 可能出过EVA的人仔 那一只传说巨神 总之很多Animation的角色都有出现过 但我见你的肚子是否缩得很辛苦 没有 这个是什么事 没有 这个是什么事 我见下面的位置为何要突出 回到大镜与点 好 要很快就说这只Grimlock 刚才过场就说 这只感觉就比Opperman更加有干阳的味道 因为你是想迎合它在卡通片里面的角色 是 没错 小弟很幸远 有得摸着这只Grimlock 你们就行不了了 第二节就是要讲货车 Fan这个就要交给你了 眼前这个就是你的十几卡 其实总数有14卡 这一架是10233来的 10233 2013年那时出 没记错 出了两年左右 这一架很快 其实 这一架是出得短的 不知为什么 但是香港现在仍然可以卖 不过就贵一点点 简单来说 他出了两年而已 其实有1351个 我想香港比较奇怪 其实他说停了一产 但其实不是真的涨了很多 不是涨了很多 我个人觉得现在买到划算的 其实是1000元 我以前也有 但是 放了出去 不要无奈回到香港 我老婆被老母打 真的被迫着放 眼前这个放在这里 是不是只有个体字呢 不是 他真的懂得动 那我们又来动一动吧 我老婆 设定好位置 设定好位置了 会不会撞到 应该不会撞到 做节目最开心的 就真的可以玩火车 所以跟你上次做的一集 你很过瘾 OK的 我近期的一集 其实有些火车是在家的 没有那个机会 那我想问一下 你是用第三代的 这个其实你见到 车头是用了两代的 马达 是 拿电的 就在9屋的路里拿电 然后在马达上面 就经过了9屋的马达 再推的时候 再加上去 Power Function的马达 你用了两个马达 两个马达 应该是七卡车 现在先关掉 免得我们 那些什么 Distract 是不是太吵了 上次也试过 会不会太吵了 其实吵了我也不要担心 但是影响了我 我将它转到前面 就停下了 其实Lego 很坏 我记得他最初出这一套 他就不会说 他是根据哪个 现实世界的火车设计 就比如说人仔那些系列 其实好像出 Shakespeare 出希腊神话的 Minotor那只牛头人 他其实不会说的 不是牛头人有说 但是很多现实世界 应对角色 他就特意不说的 这个我买回家的时候 我心想 火车一个橙色 很漂亮 蛤 糟糕了 原来是有名堂的 要麻烦技术人员 出一张照片 后面这个 这个是来自法国 国家铁路公司的一个火车 是客运的火车 其实80年代 已经在法国运走 主要是第一列的 在欧洲电动的快速车 以这个为蓝图之后 很多国家就不停地发展 他们的快速运输 其实这一架 除了这个橙色之外 其实同一期还有一架是银蓝色的 即是同一期有这样的颜色 是的 但那一款只有两列 反而橙色就很多 主要是在法国里面走 可能隔了几年之后 十年左右 大家可能都比较听过的 叫做Ice的列车 那一架是白色的 但是近似 以这款的外貌 其实出了 或许或许或许多有六至七款 我见过有红色的 有银色的 白色的也会有 主要都是在欧洲里面走的快速列车 但是这个真的 提外话问问 他为什么特意用橙色 这个 他会有什么问题 我会问起 不好意思 可能因为比较sharp 我们真的没有夹过 我们真的没有夹过 我见到 橙色 有没有什么必要呢 是否安全色 我又不觉得是 sharp 我觉得它会是 你始终是法国佬 你始终是知道他们的 设计的东西 设计的东西 我们懂铁 简单来说 其实法国原来是欧洲大陆第一个国家 是有高速列车 之前先看看 有一阵是英国 其实最开始是东方大国 日本 其实那时候也研究了很久 我看过一段纪录片 日本的子弹火车之前研究 有很多问题会发生 他们也预计到 但是要怎么解决呢 是一个问题 其实你看着我现在这辆车转的话 其实你看到车头是不停地震动的 以快速的火车来计算 它过了200米的时候 它的车头会不停地震动 日本那时候也用了很多年 去解决了这个震动 做一个cancel的效果 去解决了震动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外国 很多西方国家 出快速列车的时候 都会抄回那个系统 就是以日本的栏目 所以也挺厉害的 战后20年之后 日本立即和你做全世界第一个 High Speed Train 快点这样说 其实1974年就到俄罗斯 就是当时的苏联 接着就是英国的这个叫Inter City Inter City 這個其實是柴油火車 其實跟眼前的10233RGV TGV 這個就是拿電的 當時有說過1973年的能源危機 其實都變相迫使法國國家鐵路公司 要想其他方向 因為經濟方面 用電就一定好過用柴油 柴油始終要拖了一個車 可能是裝了很多油 也要浪費了動力去拖油 電的時候在上面就可以拿到 所以在法國那邊的鐵路很多 一定在上面 其實歐洲現在很多都會有 有電線的懸掛系統 反而你在北美就會比較少看到懸掛系統 北美那個是怎樣 北美還是以柴油機車去行走 我現在才知道 不知道澳洲是怎樣的 其實我覺得法國的東西是一般的 因為我在澳洲 其實在車行做很多年 在那裡做會計 經常都聽到 Reno 是不是雪甲龍 Citron 還有Purge 那些車經常都有小問題 對 因為你想想法國的鄰近國家 意大利 逛一逛的跟你做Alfa Romeo 然後一個Fahrer 那些質量一定是好的 那你覺得嫌太貴太funky 那那便要去德國那邊 不用說 Volkswagen BMW Mercedise 那些全部都是靚車 那時候我經常覺得 法國的東西可不可以 直到最近 其實之後都有看 其實法國的太空研究其實是很厲害的 再做這次研究才知道原來法國的火車 令到其他歐洲國家很羨慕 包括德國、意大利都是紛紛效法法國的鐵路 所以我就令小弟刮目相看 說回這個LEGO10233 應該用10233系列的設計也是很漂亮的 即是五個數字的系列 你剛才也說過有1300多顆去研究 你說平時推出的LEGO City的火車 有多少件? 其實可能只有700多、800多 都已經算多了 而且你拿起一卡其實是非常敘手的 你可以試試拿一下 但是你說它普通的City火車是很輕的 因為你看到這裡真的逐顆逐顆砌下去 LEGO City的火車可能是一個窗一片過 已經是cover到三或四格 我想你也要不斷介紹一下眼前你這個 有19幾架 其實我買了五盒 有些沒有放在桌面 但總數砌了出來有14架 有些會是左搭右搭 因為始終你五盒 其實買回來五盒是有一個車頭 之後再加兩個車卡 但是你三個加起來的時候 你如果砌五盒的話 如果沿著它砌的 就真的砌得五個車頭和十卡 我拆了其他三個車頭的時候 就要左搭右搭去砌多四卡出來 就可能是例如這個 其實你看到會是 都是一個 左搭右搭去砌多一卡出來 等下馬上縮回肚子 我擋住了我的 這一款會是其中一個左搭右搭 可能如果這個鏡頭 你會看到的這個位置也是搭了少少 用一些剩餘的物資去砌多一卡 為什麼有些不同呢 當然我自己玩的時候 都想說 你沒理由一列車拆了這麼多卡 都是一模一樣的 有些時候在列車裡面 可能會有個碎卡 有些是有餐卡 有些賣小吃 我在日本見過賣小吃 但是它一套組裝出來是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我會自己做了少量的改動 去砌多一卡出來 好像這個 我就用回它原先的摩打 所以砌多一卡出來 所以就用回這裡 其實這裡要先說一說 箭多這個位置 它是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用了很特別的方法 它很少火車是 應該是沒有 火車是會用一個砌出來的方法去砌 很多時候都是用一個貼紙去貼回去 那就完了 這個待會兒你再說一下車頭 又是特別的 但是先說這個卡 你看到我這裡就可能加了一個 snack bar的位置 在賣東西吃 有個咖啡機在那裡 都比較簡單的改作 Sam剛才看到你這個橙色的火車 馬上就著了燈 穿了燈 你覺得是不是可以 有給你製造一些MOC 是啊 是啊 好像類似的車頭 譬如說 這個可以 你那一卡可能可以 那一卡 等等 你開過去 開過去給我 開過來給我 這樣就快一點 好 這個可以整個拔出來 OK 按著後面的卡拔出來就行了 OK 謝謝 好似上面這個位置 這個有不同角度的這個組件 還有這個橙色組件 其實用來做機械人的胸口 真的很棒 其實它很少出過一些 這個組件是不是新組件 這個是唯一一件組件 這個顏色是只有這一組出過 其實有出過在其他顏色上面 我見過有綠色的 你說剛才你紫黑色的那顆 都出過兩套還是三套 不多 但我主要會見過都是在火車上面出現過 但是其他顏色的我有見過 這個角度 這個真的 那有其他聲音 可以找到 是吧 不用特意買普車來剝架機械人 這個 很大火 如果你要這個顏色的話 如果要橙色的話 如果要黑色的車頂的話 可能就是橙色的 我飛了這麼多個球員 那時候就我先帶回家 之後我們看到其實車頭的窗 也是有特別的件 這個可以去那個鏡頭介紹 好 慢慢給PASS過來 還有兼聚手 麻煩可不可以去這個鏡頭 其實看這裏 會是一個特別的印件 這一塊的車窗 平時可能只見到一個正透明的 這次這個就做了一個黑色的印件 另外旁邊會見到這一塊 也是印件 還要它做到左右做對稱的效果 其實要說一下 印件即是不需要貼紙的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小大其實相差很多次 你說以前的貼紙還可以 但是現在新的LEGO出現 貼紙很容易就軟 是啊 你也覺得是 是啊 可能質量的問題 或者是它出廠的時候 要有一些 說到底省錢 我又沒有 這些是很直接的 但是你看看 其實它的控制器 就是控制器 其實是貼紙來的 這個就是美中不足 又要控制器 但是算了 還有你說這個火車其實是可以開門的 是啊 先說一下 其實你看到很多時候 車頭或者其他車卡 都是一塊件過的 但是這個你可以拆出來 這個位置是做得很特別的 它是砌完之後 你可以摺回它 折回去 這樣就做回流線型的效果 哦 這個位置很漂亮 是不是好像我看飛機也是一樣 底部其實都是一塊過的 底頂都是一塊過的 全部都是一塊過的 但是它這個就做了一個折到的效果 先放回這裡 哦 我就是剛才見你和Sam在自製浸 原來就是這個 即是它這個角度做得很漂亮 就是流線型做到 它還要做完之後 是有個位置卡回它 讓它不會落得太多 即是你現在這個位置 你看到 拔回這顆 它就應該可以再滑低一點 哦 但是它就做到 即是剛剛加了這顆的時候 就做了卡住 卡住斜度的效果 哦 真是 所謂一鍵就很簡單 你看到剛才這個是 砌砌砌砌砌砌砌 很多這些火車啊 飛機那些 設計的那個底盤 一塊過 變得感覺好像差一點 是差很多 其實當然 你看一下你想做一個 動得快的效果 還是真的砌砌砌砌 因為 你好像飛機那樣 其實今年City出了一副 去年Friends出了一副 其實它兩個 機底啊 機頂啊 都是一件件過 哦 那火車來計 也都是 例如車頭那樣 它車頭 這裡逐一逐一組 但是 副60051 也是一件件過的 另外這個又值得一提 就是它是調轉了來組 即是它其實 那件件是一樣的 但是它是用了這個方法 去吸回到車底 哦 OK 這個真是 這是鐵紙來的 沒有辦法 這個真的令到車頭 算是 盡量流線 更加的流線型 那 是不是因為 用這麼多 其實很明顯 1351顆 的Pars去砌砌三卡車 其實真的算很多 算很多 因為你說平時的700 700多 可能真的 都沒有 有機會 可能介入老鬼才700多 再介入月台 700多 但是現在這個 聖藝三卡已經700多 但是這個就 啊 這裡我要看回 你不是 上次節目 我們不是說那個 磁石那個問題 你是prefer 以前那隻磁石 是show了出來 我會prefer以前那隻磁石 因為現在這隻 它有時候的磁力不是太穩定 這個可以給 看 而且你一拖得遠的時候 拖得多卡的時候 就已經會鬆 或者會掉尾 試過 哦 OK 反而以前那隻沒有膠在外面保護著的話 就會更加磁力會高一點 會大一點 但是其實是不是有一個 更加在外面包著 是保護著磁石的吸力 因為Dr. Chen 陳志雲博士 他就說磁力是會流失的 我估計反而是為了兒童關柱 他就 因為他以前出的磁石 就真的只有這麼大顆 他怕小朋友吃了或者怎樣 所以就連累整塊東西 蓋了下去 哦 這個 你意思以前是要砌下去還是 以前是要砌下去的 一顆磁石 之後在外面有個膠去保護著 哇 那現在這個就是這樣一塊過 那就是比較難吃到 對 也不是說吃不到 其實也吃到 吃到你想吃的話 OK 這個就是車頭 怎樣做什麼介紹 開門那個位置在哪裡 開門那個也是在第二卡 你等一會 這裡有 這裡有 哦 這裡有 哇 這些準備十足 好像煮飯一樣 你先準備好 其實也是第一個是用磚砌出來的門 其他時候以前出的 可能是狗屋 或者是 Power Function的車 全部都是一塊門 或者是開不到門 因為這些 你擁有一個Santa Fe 那個也是 Santa Fe Santa Fe也是一塊過 哦 OK 反而這一個真的 是逐個逐個砌出來的門 他做得到開門的效果 當然真正的火車不是這樣開發 但是至少做到開門的效果已經很出眾 對 對 對 那麼 打開裡面 開 對 這個我就改了一點 對 看到兩個小櫃子就放在一起 對 對 然後還有一個咖啡機在這裡 對 據小弟所知 其實他這個窗口 是故意這樣放 因為好像很多窗口 其實是打一隻這樣放 對 其實他出的時候 他是預算了 整體的外貌 所以你看到 其實很多的窗 現在全部是橫砌的 他也是用了一種特別的砌法 是把所有的窗 是Line up 在一起 也會卡得住 Line up的意思就是 即是 其實他所有的窗是打橫砌出來的 打橫砌出來 對 對 現在說了才可以留意到 對 其實他這些窗 平時通常都是打動砌下去 如果你說城市或者什麼時候 但他這個就是打橫砌出來 但他底部 剛剛用一塊膠墊著 即是用一塊平的片墊著 還有他裏面 用了這顆去卡回窗口 不會凹進去 嘩 好厲害 他設計這個時候 是很好看 我都嘗試 MOC的時候 都會用回他這個效果 如果是用薄的窗的話 這個 之後另外 比較特別的會是這個 這個是跟這一套的 這個是跟這一套的 當然我可能換了一些磚的顏色 其實這個 是用來扣住兩卡列車的車底 因為TGV的特別情況 就是兩卡車裡面 就是一架前一架後的時候 它是用一個的車輪架 好處就是磨擦力 就是阻力會在路軌上面更加少 但不好處的時候 就是你維修的時候 你要整個列車拖廠去 但是你說好處是 好處是在真車來說 或者在現實世界 真是這樣 現實來說 或者在LEGO來說 都是因為你少了車輪 在路軌上面磨擦 你就會更加少的阻力 這個車輪設計到 是承受到兩卡列車的重量 這個真的是現實世界的真實情況 不是LEGO自己玩東西 但是當初 當年法國鐵路公司 這個是不是他們的技術 這個我又不是太肯定 在美國也會有一個運貨的列車 運貨的列車是會用一個Share Bogey 即是共用的輪架 但是可能拖一百多卡的時候 它每五列就會有一個 這一款 其實如果你看回10170 都是同一款的製造方法 10170是 10170是LEGO的TTX的列車 載貨的貨卡 說了也不太明白 因為你說不是我犯 可不可以說 其實有時越少的輪架 越少的輪架也會越少的阻力 變相大大提供 反而這些法國佬想到好東西 還有看看 但是這一卡 剛才是說這一卡 這一卡 真的根據圓柱的組裝方法 我改了一點 我都改了一點 其實這個位置不會是這樣 圓柱的卡在那邊 你也是按橫皮 都要改一下 看看 這個可以搬開 應該沒有改 應該除了車頂就沒有改過 你會看到 沿著的卡 就會有一個咖啡機 之後有一個小的商店 會混載著售貨品 做出一點 這個 你記得我們上集 不是說 其實LEGO 它有先天限制 它一開始推出LEGO 就是六顆 其實我覺得 今天有例子 就可以跟大家再說一次 你看到其實 你一邊坐了人之後 另外那邊 你最多是可以站在那裡 但是你又不可以再加多一列的座位 這個我盡量看看 我看看 我剛才反而看到 那條展示片 是擺一個人仔這樣站在那裡 這樣 但是你不可以同一時間並排 任何的人 因為你的手一定會卡住 所以有些人MOC 就喜歡改到它為 八顆 是八顆 剛剛好 座椅就在左右 中間還有少少位置 這個有沒有可能 給你MOC到八顆 你有十五卡 好 好 主要其實如果用AMP 如果改的話 我相信要換上底板 或者要加闊底板去做 反而我不是看到太多橙色的磚 或者是片裝的東西 因為你要加闊底才可以再加高 因為你高的反而就沒有太困難 因為其實你的外循已經做了 高都算是符合它現實世界的比例 其實它出得也不錯 因為你一開蓋 通常火車開蓋 可能是到這個位置 那你的手伸進去就比較麻煩 但是它這個設計的時候 公公好做到你關了蓋 或者開蓋的時候 你的手會比較容易進去裡面 這個設計比較獨特 現在那些人就會很喜歡說很窩心 記住不是窩心 是看電影 順便說一說中文 不知道為什麼搞就搞些人說窩心 真的 那這個車就 我們還有一個 不要記錯 還有一個嗎 因為第二車是有廁所的 有廁所 是有廁所 但我不是太肯定的廁所 不要緊 全部立刻幫你打開找廁所出來 看看 這裡有 這裡有 OK 對了 嘩 所以買十幾家好處就可以任你玩 對 這個拆開的時候差了一點 這車有一個洗手間 洗手間其實有得開門關門 有馬桶 有馬桶比較簡單 你看到 就這樣就是一個馬桶 你看到灰色的已經當作是一個座廁了 之後它的前面有一個 有窗口 有窗口 對 原裝是有一個窗口被人看得出來 外面是看得出來的 我改了那個車 剛剛看到這個位置 蒙了那個車其實是沒有窗口的 是一個廁所 是一個 這個也是我改 我沒有記錯我改了 是這樣 這個可以說是你少少的MOC 其實我想遠看的人就覺得沒什麼分別 但其實 我想玩Neggo玩得這麼緊絕 就很喜歡近看 我們大家都會 玩MOC會有些講究 不會說 隨便吧 當然要看有沒有這麼多磚 先去大鏡 這個其實節目開始忘記說 其實我這兩位嘉賓 他們其實之前認識的 可不可以說一下你們如何認識雙方 不如先回聽說 其實我們都是在一個 有一個在亞洲的群組 叫做Monster Lead 大家都是Admin 原來就是那個群組是Admin 是的 我們是十三人眾裡面其中兩個 當然大家會比較多見到其他的Admin去發帖 我真的非常少MOC 但是那個群組其實是香港還是新加坡那邊 其實是台灣的 主席是台灣的人 是的 我看過你們之前好像有時候有搞一些 每個月的主題 什麼野食那個 是的 你們是這樣認識的 是的 沒錯 但是有沒有說有時候約在一起MOC 那些 約在一起吃東西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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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時候會選磚 或者說 Sam 我看到這副正東西 你對不對 是的 所以就是 我忘記做節目 你說你原來認識 你問我原來認識Sam 我說是 然後 不知道說了些什麼 就說不如一起做一集 因為其實Sam 你就要閃 其實是新加坡人 PRO 那邊玩Nego 我想跟香港 怎麼說呢 那邊買磚那些 沒有那麼方便 那邊買磚那些 沒有那麼方便 帶過馬來西亞那邊 沒有那麼方便一些 不想 我這個人比較懶 你要我特意去馬來西亞 去買Nego 我覺得 是啊 是啊 我聽說 新加坡LCS 都比較少轉 我去年去過 看過其實 很少的款 給你選擇 LCS 是 Certified Store 即是香港那間 那邊 那邊不是 是更 其實有很多間分店 是的 但是那些磚少 磚少 是的 香港都不見得多 我看現在 他都被人擠不住 他有時候會回來的 只是暫時 那時候 沒有 我見 前幾天 香港那個 什麼 朗豪那間店 有八五折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看到 上網被人搶貨 之後人媽媽的聲音 其實今集就到這裏 因為我還有少許歷史想跟大家說 但實在沒有這個時間 很感謝 你兩個名字 Van 和Sam 上來做小嘉賓 謝謝 其實我想賣少許廣告 不要緊 其實我們12月18日 會在麥當勞叔叔之家 會有一個展覽 大家有興趣的是 12點至5點 沒有記錯 是開放時間 在哪裏 在沙田 其實我們都放了一個資料 或者是展覽的詳細資料 放在網站上 我們的網站是 www.hkbreakrail.com 如果聽不清楚 不要緊 我們可以放一條連結 放一條連結 就是18日 星期日 就會有這樣的展覽 好像會有免費穿梭巴士 是哪裏 我要看資料才知道 直接去到麥當勞叔叔之家 因為那天是他們開放的 哦 那是一天的 一天 一天 上次比較高 我記得上次是 上次不同 上次是我們自己做 那就是幫他們開放人 那大家都可以戴 戴相機 戴相機 不是 如果要戴的 可能要早些通知 我們要看有沒有地方 可以讓你們展出 但就不只是戴火車 這次就不只是火車 我們會是組裝了一個 City的設計出來 哦 OK 喂 阿Sam 真的不用 放在中間 先放在這裏 不要帶走 好了 那今個禮拜的節目差不多 那就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